在国镇政府的执政下,马来西亚的教育系统持续提升和进步 马来西亚的大学排名逐年持续跃升 国镇政府也为人民提供更多奖学金 仅于2017年既已拨出43亿令吉奖学金 透过公共服务局JPA拨出16亿令吉 透过人民信托局MARA拨出20亿令吉 透过高等教育部拨出2亿5000万令吉 透过卫生部拨出2亿0800万令吉 透过教育部拨出1亿9400万令吉 透过人力资源部拨出2800万令吉 透过青年级体育部拨出2100万令吉 改善小型社区和乡村地区接受教育的机会 马来西亚半岛维修及提升4923所学校的设施 沙巴维修及提升460所学校的设施 沙拉越维修及提升838所学校的设施 全国共有69间职业技术中学 已升级为职业技术学院 13923名技职学员已接受长期或短期的培训课程 国阵履行我们的承诺 以名为本 绩效为先 派對 派对 147 14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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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69 179 199